生肖鸡鼠鸡人的收入本来就是主要依靠工资,但野心从来不曾熄灭,鼠鸡的人热情大方自信,再加上心思转得特别快,之前的阴霾一扫而空,好日子终于来了。 下周开始,财运开始旺了起来,整体运势也在节节攀升,鼠鸡的人不喜欢自私的人,所以对朋友一般都很大方,建议是保持积极乐观,持之以恒的态度,鼠鸡的人很快就会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生肖猴肖猴人既聪明又睿智,他们非常友好,善于与人打交道,很受周围人的喜欢。 属猴的人今年一直在往大富大贵的方向进发,因为没有好的机会,付出的努力都没有什么太过显著的成效,但是,四月来了,对属猴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财星照顾得很好,让属猴人的致富之路更加平坦顺畅,他们的财富也是极好的。 生肖猴肖猴人的运势,不是很稳定,受到恶星作乱的影响,之前遇到很多挫折和意外。 然而,等到四月开始,恶运,梅运已经结束,小人纷纷远离,运势开始高涨,这给属狗的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有了幸运心必要,很多细节都会特别幸运,让肖狗者做事总能事半功倍,而且生活中也会有很多喜事,让肖狗者每天都能笑颜竹拍。 生肖龙属龙的人最有富贵命,他们先天的命格就很好,才观相互,受到贵气的洗礼。 ! 一生的命运大多是平安又吉祥 福奇越来越旺 他们极富有野心 自信满满 聪明睿智 形式灵活又圆滑 在生活中与身边人的关系都能处理得很好 而且属龙人事实干家 有一定的魄力 敢于尝试 总是能够寻求到更赚钱的方法 再加上他们宁中的横财运也不错 家庭和事业在他们的手上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一年更比一年旺 总是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越来越有钱 越来越富贵 生肖猪属猪的人宽厚人慈 他们的生活态度积极向上 为人随和 做事用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生勤劳 充满了爱心和责任 在工作和事业上 他们有贵人 总是会好运连连 随着个人能力的提升和社会阅历的增长 属猪人是生财有道 福气满满 赚钱的能力是越来越强 财运也越来越旺 不但工作上能够升职加薪 即便是副业的收入也非常可观 时不时还有横财进账 生活是越来越好 尤其是夫妻二人越是恩爱 财运就越旺 生活就越好 富贵还无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